新年 恭喜发财 古人常常警惕我们 修行人的 很难通过祸福观 也就是 最容易退传 祸爆大了 一想腹 糊涂了 贪嗔之慢烦恼 统统起来了 遇到灾难呢 退心了 佛菩萨没保佑 怨天有人 我们自己这一生 常在 奉佛 每一天 送金拜佛 遇到一灾难 佛菩萨不保佑 躲 自古以来 就很多 这什么原因 不通教理 不了解 主法实相 才会有这个现象 那么我们再问 自古以来 通达教理的人 就不多 那么在现在 通达教理就更难了 为什么呢 佛法 比世界法 本质上来说 就难很多 经典里面所说的 我们常讲 是究竟 圆满的 哲学 科学 伦理 道德 因果 都讲到究竟圆满 当然 不容易 你又不是 透彻了解 瞬间 逆境 善于 我于 确实 这个关口 很不容易通过 通不过 这一生 而说了 只可以说 阿赖也诗里面 佛法的种子 加强了几分 不起作用 起作用的 还是你的烦恼兴起 那就是李老师常讲的 该怎么轮回 还是怎么轮回 所以这桩事情 很可怕了 那要真真通达 明了如来真实意 在我们现前 这个时代 只有自己 真正发心 去学习 这个事情 也不容易 为什么呢 你得有好老师知道 到哪里去找 还要有修学的环境 你自己有坚定的信心 毅力 不取不恼 常识 你才能够 欺辱 太难太难了 越想 越困难 所以我这一生当中 有这么一点点成就 感谢老师的指导 我们这个小讲堂 老师的照片 我就挂在我的对面 念念念 念念不忘 思恩 念念不忘 老师的教会 虽然老师都不在世 看到老师的一项 如同面前 老师的恩德 超过了父母 那么这是属于 孝亲 尊死 这一点 很不容易 做不到 成就 当然 困难 有一点点小成就的时候 这是最危险的 一个时段 为什么呢 很容易 升起傲慢心 很容易 从这个时候 堕落 所以我这三个老师 跟三个老师 认真学习 老师好像对我 很少有赞大 这个是慈悲 是智慧 怕的时候 老师一赞担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 哎呀 不错了 自己应该不错了 老师肯定我了 这个念头 升起来就不好了 所以父子说 如有周公之才之美 实教且令 其余不足观也一样 这是老师对学生的关怀 学生自己 时时刻刻 警惕 那我们这么多年 在外面乡亲 赞叹的人很多 可是我们自己想一想 那一些赞叹 都是过分 我们要跟谁比呢 要跟祖师大德去比 你看 我们这么多年来讲 今 都没有脱离 鼓度 这就是自己不行啊 自己没有见性啊 那就要依靠 鼓来 祖师大德 他们是民心建议的 依靠他们的主机 我们凭什么讲经 凭着鼓度 今天我们凭什么 讲话言 凭着 清凉大肆的诉讼 凭着 黎章哲的后论 还要参考 拽摇 我们跟他 不能比 所以 一切赞叹 我们不敢接受 不敢陈党 小心翼翼 还是老师念佛 求生进度 这是我们终极的目标 终极的归属 最后 我们也随属 新年 恭喜发财 我们的发财 要发起身财 不要发世间的财 我们要发 戒丁会的财 这样子才好 大家 新年如一 道业 增长 发业 殊胜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